打開水把米沖乾淨 日常煮飯前都得洗米 但竟然流傳自來水含有氯 如果放在電鍋煮 鍋蓋是密閉的 會讓氯通通包裹在食物上 吃下去竟然有致癌風險 其實這是錯的 自來水公司它用氯來消毒 可是它把它氯 還有山乳甲烷的量控制得很好 最好夏天一個小時 冬天兩個小時就把它喝完 其實我們嘴巴本來就有絮菌 一口一口慢慢喝的話 其實會提高感染的風險 其實對人體影響比較大的是 水中的氯含有山乳甲烷 被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認定是人類可能致癌因子 使用水壺或快煮壺加熱 開蓋三到五分鐘煮沸 就能有效降低山乳甲烷到標準值 如果是用一般RO逆滲透 或是使用濾芯的飲水機 本身就能有效去除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山乳甲烷 如果真的喝到超標的水 對人體還是有影響 那這傷害可能會來自於 血管的硬化 過去有發表過就是說 根據這個氯中毒 所謂產生的三氯甲烷 可能會潛在性的 對於內臟的器官 產生癌症的可能性 儘管台灣的水 一般氯含量都不會超標 但如果真的聞到氯味超級濃 又或是有怪味道 就不要喝 避免病從口入 記者 余盛行中 體育台幼島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